OnlyLady和珍妮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Antoine Patrick 尹浩宇 实话实说 我觉得一句话可能不够 如果我推荐的话 我要说就是 Bist Village 是一个地方 让你自己可以尝试很多很多新的风格 我觉得自己很喜欢 然后来到Bist 其实Bist Village 上海跟Bist Village 加在一起就是有大概400多个家电 对 就是很多 然后我每次来到这里就可以尝试性的风格 然后就有那种欧洲的氛围就特别好 中国潮流 中国的时尚是一直去前面 一直在改变 但是它还是它的 还有它的特色 就是它的文化 就是一直在中国的时尚 这个我很喜欢 因为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有很多的人 每一个人的想法也可能是不一样 对时尚也不一样 但是还有这个文化 就是在Combine一起 对 就是穿比较简单的衣服 我是个人 我很喜欢穿简单的衣服 穿保暖的衣服吧 对 因为怕要冷 需要保顾自己的身体 我刚刚买了就是那种一个很长的一个外套 还有就是那种有毛衣 就是有毛衣在这里 特别特别温暖 对 我最喜欢的就是就是配饰 我就很喜欢 因为我其实觉得它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好看的 它也就是有小小的意思吧 比如说这个戒指 它就是让你想到这个事情 比如说我有一个戒指 就是它让我想到创的时候 就是它要有一个很有价值 这个项链有 就是比如说它有一个狮子对吧 如果是我的话 就让我想到我爸爸 因为他很喜欢 就是这种东西 其实我想做的就是 一个唱歌的一个视频 要唱一首歌 还有可能要在在北京去去外面去走一走 我很想去去看电影在北京 然后就很能看新的新的电影 然后因为我在泰国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去看电影 希望在中国也可以就找一找 在哪里可以看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电影 主演员这个脸就是要到最后吧 开玩笑 好傲娇啊 没有就是我觉得Squid Game 它就是一个需要用脑子的一个游戏吧 我觉得如果是用脑子的话 我就还行吧 好烦而在对吧 亲爱的你在哪里 我学我学就是真的学完了这首歌 我要给你们听 因为我现在这首歌就是我 我在上上Vocal课的时候 我Vocal的老师就推荐给我听 所以就是我很想 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 对 我那天跟博远哥 我说一个词 但是我记不住是什么词 然后他说 就是很像一个成语是 一语双关 一语双关 就是一个词有两个意思 对 但是我记不住我说什么 对 我最近因为我买新的钢琴对吧 就是我想 学会写歌 我最近在写歌词 尽量写中文歌词 还有我在尽量 就是 就是 创造一个旋律 奶黄包 奶黄包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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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